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收时关注2840点附近的压力 强压力在2850点附近 今年行情一直弱势 大盘虽然跌幅不大 但很多个股都跌得面目全非 特别是已经有多指个股退市 连续跌停的个股更是比比皆是 所以 基金的业绩也不好 7月间 进入清算程序的公募 基金达42指 而当月新成立基金数只有36指 清盘基金数已超过新成立基金数 这是国内基金史上首次出现 单月基金清盘数超过新成立基金数 史书罕见 所以 大家亏钱也就很正常了 昨天因为市场传言中美摩擦加剧 美国新增加1000亿商品 关税从10% 上升到25% 另外还包含44家军工企业 引发大盘连续走低 两市军工股更是跳水回落 我们近期一直还在纳闷军工股 作为国企改革怎么没有表现 这下就赫然开朗了 因为有毛衣摩擦的利空 但我们也要看到昨晚外围股市都没有出现大跌 消息面上也没有更多的利空 所以 昨天的大盘大跌或许只是虚惊一场 但大盘经过昨天的下跌以后 技术上已经走坏 显示大盘还有向下回踩2800点附近 只要大盘2770点 后期大盘还有上攻2900点附近 一旦大盘跌破2770点 那前面的红三兵就要推到重来 说明大盘还有再次探底 但这个概率不大 板块上 昨天领跌大盘的是地产 银行 保险等蓝筹股 大盘想起稳 最终还是要看蓝筹股的动态 今天建议关注银行 地产等板块的动态 只要这两个板块能够起稳 今天大盘有望出现探底回升 否则 后期大盘还有向下回踩2770点附近 操作上 建议大家整体保持谨慎 半仓左右参与 进可攻 退可守 防止大盘再次探底 个股上还是以国企改革 铁路基建 钢铁 建材等板块为主 好久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